有请节目主持人 赵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比他大三岁 他也没有介意 一开始都挺好的 但是相处时间长了之后 他就开始慢慢疏远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家庭是什么样的 后来就都时间久了 我才发现他的家庭原来这么复杂 我也尝试过去接受 但他的做法越来越过分了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以后肯定不只剩两个人的事情 而剩两个家庭的事情 如果他爱我的话 他就应该包容我 理解我 支持我 他家里面的他不公平 我跟他说了很多次 而他每次都因为这个事和我争吵 我觉得我是为他好 但他总是不能理解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做错 他说过他爱我 如果他爱我的话 不就应该接受我的一切吗 哦 家庭负担阻挠了一段爱情 这负担得有多重啊 男生真的要跑 还是女生心有不平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郭24岁来自河北 女嘉宾小江27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培训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小郭对吧 对 我在这资料上面看到了一个事 我没敢读 我想先给你核实 职业你是无业是吗 对 现在我在家基本上作业兼职 哦 这种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一年多吧 因为我看标题是说的这个家庭负担 所以我对经济这块比较敏感 就是说你一年多没工作了 是吧 对 家庭负担不是我们家庭负担 她的家庭负担是我之 女生 你这个家庭负担到底有多大 有多重啊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家的家庭比较复杂 我们家是一个同主家庭 我的父母都是二婚 然后又是我 父亲大管来一个姐姐 母亲大管来一个哥哥 现在就是哥哥结婚有近两个嘛 然后我哥从一年开始 我就一直在替哥哥还房贷 你哥的房贷你还 对 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他第一年左右吧 就开始给他个还房贷了 每个月都还1500左右 他现在工资每个月才15000 他妈还有病 给他妈买医药呀 一个月来千多 那等于说你的收入 就全部都用于哥哥和母亲了是吗 对 基本上全部都用在家里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吧 就是太自私了 他就是现在嫌弃我家庭负担重 我替我哥还房贷怎么了 不也是问个让我妈少操一点心吗 我妈一天天容易吗 她那么大年纪了 还总在生病 问个我哥的房贷 你说她操了多少钱 我帮她减轻一点负担怎么了 你不但不能帮我承担 你做的都是什么事 一次一次给我填个 给我哥打电话要钱 现在你都跑到我哥家里面去要钱 本身我们的家庭就这么复杂 你现在你这么一做 你让我们家人都怎么看过 不 不 不 这个钱是谁出的 她为什么去要钱啊 我觉得吧 我们就是相处快两年多了 我就没办法当外了 就是我们不能结婚去的 我觉得哥这样做特别不对 我是来客人妹妹 你不能每个月房贷 老让你妹妹给你花 我们要结婚之后 房贷还要给你花 我们怎么买房子 怎么结婚 不是 你问 他不是说你去问他 哥要钱要什么钱啊 我主要是为了 哥的说清楚 以后吧 那钱花的是你的钱吗 不是我的钱 我主要是去 为了跟哥说清楚 你跟我哥说清楚什么呀 说清楚 你不是说你自己在那说的都什么话吗 我就跟你哥说 以后你们也要跟我生活在一起 房贷 尽量别让你们给还了 你这儿做 你妹妹以后怎么生活 好吧 这事要说也不该你说 咱们先放在一边 你们俩是两年前认识的 是吧 当时知道他年龄比你大吗 当时知道 我觉得年龄比较大 大点也没关系 会照顾人儿 那个时候你知道 他家庭负担这么重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跟我说了 什么时候知道 他有这么重的家庭负担的 在一起一年一年多了吧 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谈恋爱好像在印象当中 不都是男生花钱吗 是吧 对 他根本几乎都没有花过钱 我们一起出去 都是我在给他花钱 他电话已签费 我给他就交了 买衣服我也没心疼过 出去吃饭 看电影什么的 都是我花钱 在一块房租不是都我交的吗 家里面他交都是我 但出去 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 你是怎么知道 他家庭负担这么重的呀 因为我挣的也不多 觉得花了就不够了 我问你这钱走哪儿去了 每个人都是五千 他又跟我说了 说了之后 你就找人家哥哥去了 说之后我没找 刚一年多点 后来我们俩人家生活 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我们俩人家生活下去不行 你说要结婚之后 他每个月还给你个款房贷 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他毕业之后吧 先工作个半年 然后晃该就辞职了 他说他跟朋友商量好了 要一起去进酒 然后去卖 想再过年这段时间挣点钱 钱不够 我就给他凑个七千块钱 让他拿着两万块钱去进货 结果进回来的货 一瓶都没卖出去 全都堆在家里边 还是我拖着找朋友 才给处理掉的 但是我第一次不知道 刚毕业那会儿 就在酒吧上班 在酒吧的几个朋友 他跟我说 这个酒水事业生意 好听好做 我就相信他了 没他经验 也没他客户 就没卖出去 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不给我家人花钱 你就甭个硬了吗 我们家是什么情况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失误我爸就没了 我哥替我承担个多少 没有可能让我把我的美术 继续学一下 我哥自己考了师范学 都不上了 他把自己一辈子的前途 都耽误了 我现在替他还点房单 我回报他一下 不行吗 是 当初是你哥 没上去是吧 但是你不能因为 再耐久一辈子吧 你应该有这个儿生活 对吧 如果未来他没工作了 你还娶他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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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是亲人 在他们几十年的感情当中 没有你 如果今后你成为了他丈夫 这作为你们家庭收入的一部分 因为夫妻财产是共同的嘛 你那会儿说这个话 要这个钱 还是或多或少有道理的 明白了吗 你操之过急了 还是赵川那句话 如果他现在没有工作 你跟他在一起吗 在 就是啊 那现在你就当他那些钱 给到哥哥 给到妈妈那些补贴 不赞 你可以爱他吗 你要有这份心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在你看来 就不成为一件事情 因为那是他的亲人 但是这件到结婚之后 他如果还这样 那是之后 那是结婚之后 他还没有决定说要和你结婚呢 就是你这种想法 谁会跟你结婚啊 你的目的不纯呢 这个女孩现在已经 肩负了很大的压力 来自家庭的 来自你这里的 你应该做的是什么 努力地去找一份工作 分担一些他的困难 这是你应该做的 多理解他 这个女孩不容易 明白吗 你跟着他不一定能够享福 你跟着他可能更多的是 在帮他分担他的困难 你可以吗 你想过吗 如果没想过 现在好好想想 来得及 我觉得我在这个台上看到的 真正的失衡 不只是你们的感情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 两性之间的一个失衡 女人做太多了 而男人做太少了 我先问男生吧 你知道吗 你说的很多话 听起来是似是而非的 就像你说 既然以后我们会在一起 对吧 对你来说 夫妻关系里面 财产是共有的 是吗 所以未来 如果呢 你的老婆 把你们共有的财产 随便花 基本上你是要阻止他 被别人欺负 或者是乱花钱 这件事情的 对吧 对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所谓的共有财产 指的不只是钱而已 所谓的共有财产 有的时候指的是 很多情感的财产 家庭成员的财产 爱的财产 信任的财产 承担对方的一切 不是只有承担 他的钱包而已 他现在对这个歌 就一味地给予 他也没有什么回报 就是当初的歌 那关你什么事呢 你现在真的在 抄别人家的心啊 他的钱 他爱怎么花怎么花 你把他的钱 当成你的钱一样 心疼说 哎呀 这个钱花出去 都没有回报 我只想问 这关你什么事 他花到你的钱 去帮助别人了吗 而且对他来说 那不是别人 那是他的手足 那是他成长 在你出现之前 就已经建立情感关系的哥哥 你爱一个人 会叫他砍掉手脚吗 这不叫爱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他要离开你吗 真正的原因 还不是你去找他哥 他心中真正的伤害是 你不爱他 你去找他哥 就算成功把他省下了钱 但却伤了他的心 请问你这个爱法 爱对了吗 真的爱一个人是让他快乐 不是让他纠结 为难跟痛苦 如果你真的是个爱他的男人 你要承担的是 他所有在乎的 都要变成你在乎的 而不是筛选说 我只在乎这些 那些我不在乎 而你呢 我想说的是 女生 你做太多了 我也不觉得 你应该一辈子 负担你哥哥的房贷 不是为了他的想法 是为了你哥哥好 你做得越多 男人成长得又越慢了 如果你不付这个钱 你哥哥 有一天也能付得出来 或者 如果他付不起房贷 他就不该买一个 他无法承担的房子 男人必须要学会 肩上扛起责任来 站在这个立场上 我认为 你可以 慢慢地 学会少做一点 你哥哥跟你的爱 你对他的报答跟感激 并不建立在 这一千五一个月上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有时候让他成长 也是一种爱 你们两人的角色 都走到了极致化 我不反对 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 但这种互帮互助 一定是停留在 病痛 灾难 类似于像房子有多大 有多小 房贷 这种生活成本 一定是自己的家庭 自己承担 一个男人 就应该承担自己的 家庭生活负担 他既然知道 自己老婆要在家带孩子 那他 在生这个孩子之前 就应该考虑到 他可能 生活的收入要骤减 那是你哥哥 自己应该承担的 家庭责任 即便说 你要帮他去承担 也只是一次或两次 而不是每个月去承担 你这样做 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一年他会感激你 你嫂子也会感激你 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下去 这种所谓的帮助 变成了他的固定收入 他不会感谢你 倒觉得有点理所当然 即便是刚才 那个电话里面当中 我分明听得出 哥哥的潜台词就是 你有什么资格 来干涉我妹妹 对于我的资助 我认为他说这句话 有底气 但他不应该 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因为做哥哥的 不应该拖累妹妹 不管将来你 跟不跟他结婚 如果你在跟 另外一个男人结婚 我告诉你 你没有资格让一个 即将跟你走入 婚姻殿堂的人 一定要去承担 你家庭生活的成本 是结婚之后 结婚之前不算 你的钱是你的钱 他的钱是他的钱 但如果你们结婚之后 无论你们收入的 彼此平衡的多寡不同 都是共同财产 你无权要求一个男人 一定要去承担 你的家庭成本 如果他愿意 你可以赞美他 如果他不愿意 你不可以要求他 而他呢 暂且不说 他不够这个身份 去跟别人讨钱 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 即便你反对他哥哥 徒增他的家庭负担 那你也应该 更多地去承担 你们俩之间的生活开支 更不应该 向他要钱去做生意 你明明知道到目前为止 这个女生倔强地 一定要给哥哥钱 他依然在每天 做很多很多的兼职 如果你爱他 你就会委屈着自己 去替他分担 但你却还问他要钱 去做生意 我有一点是特别不认同你的 在你们没有结婚之前 即便两个男人 都不能做一个女人的寄生虫 但如果要做寄生虫 他哥哥比你有资格做 因为他们有十几年的感情 你没有 我也没有 我也一直在工作 你也在工作 但问题是 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 他每天做那么多的坚持 你好歹得有份工作 你有工作吗 为什么你是无业呢 一个堂堂的男人 你如果要真分担 就不应该让他 每天过得那么辛苦 如果你不愿意 请你走开 就这样 这家不容易 这么做更不容易 姑娘不还这个情 哥哥也不会说他 姑娘要还这个情 是姑娘的心 我听你哥哥这段话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也挺不舒服的 你可以还这个人情 可以还 那是你愿意 但是他得领这个人情 他得知道妹妹的不容易 其实这姑娘最可怜 就是好像在他身边 很亲密的这种 跟男人的这种关系里面 他永远是那个 付出的那一方 挺让人心疼的 确实不容易 找一个疼爱你的男人 嫁了吧 我估计那个情啊 只要他哥开口 他永远会付出 他十五岁的时候 父亲就走了 可想哥哥那个时候 其实扮演了一个 父亲的角色 所以我跟你说小贼 他身上没什么油水了 别再炸了 好可怜的这姑娘 真的挺难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吧 我们之前还是有感情的 我还是挺想和你在一起的 就是吧 家庭方面 咱们以后慢慢 慢慢再磨合了来 我不会放弃我的家庭 我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 尽我所有的能力 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我觉得你应该有这个儿子 我不能老实一心为个家庭 应该为这个儿子活 我的家人为我付出很多了 现在是我长大了 那我为他们付出的时候 那你在这儿做 我也没这么可恶的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这个题就录得心里面特别沉 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多理解 多宽容 可能就特别的重要 所以在这儿 也是呼吁一句话吧 希望妹妹家的哥哥 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考量一下 或者体会一下 你妹妹的不容易 曾经你帮助她 给她未来和希望 希望在妹妹 再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们兄妹两个人 能够达成一致 既不伤了感情 又能携手往前走 这很重要 人身上该有的那点人情味 什么时候都丢不得 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吧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老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宝箱 抽取现金的卡券 下面就是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选择的时候了 请开 请开门 来 你出来是说 你想好了 要跟他一起承担吗 对 我愿意跟他还 你愿意回来吗 我愿意跟你还 不 跟还不还 没关系就是 你愿意跟他承担一些事 对 愿意吗 对 那你自己去追他去吧 因为这只是舞台 这只是生活的一幕 现实里面 好好地想一想 也别冲动 好吗 去吧 谢谢你啊 谢谢 请回 我愿意跟他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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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再看这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遭遇了什么 各位请看 我跟他在一起 差不多已经有两年了 自从他青年工作之后 他对我的感情就一落前掌 对我爱搭不利的 我感觉他已经不爱我了 参加到工作以后 各种事情需要忙 没有像以前那样 所有的事情都顾及到他 在我的心里我还是很喜欢他 很想跟他在一起的 最近他身边出现了好几个追求者 而且他对其中的一个追求者 关系很暧昧 我感觉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我真的不知道 该不该跟他一起走下去了 好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江 24岁来自邯郸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欣 23岁来自石家庄 是一名教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教什么的老师啊 小欣 玉文 小学玉文 初中玉文 小学 兄弟 说是在同一家饭店认识的 是的 吃饭的时候认识的 打工的时候 我在后厨 他在前面当服务员 你不是职员吗 那时候我还上学呢 勤工俭学的好孩子 我俩已经好了两年了 好的时候都在上学 假期的时候出去打工 后来有一次 我骑自行车回学校嘛 每次晚上 我的手套丢了 他就是不告诉我的情况下 把手套放我的兜了 我真的是特别感动 后来我就追他 那手套找不着了 是你故意的吧 不是 当时也就是出于关心 然后我觉得他 大冬天子怪冷的嘛 然后我就把我的手套 就借他先戴一下 是你的手套啊 你看人 玉文老师心多细啊 那会儿喜欢他吗 那会儿还没有感觉 后来嘛 就是经过这个事情以后 他就主动找我聊天啊 加我QQ各种聊天 慢慢地对他了解也多了嘛 后来我感觉他这个人还可以 就慢慢慢慢地就在一起了 不错不错 怎么了现在 就是那个 我们两个在一起 这不也就两年多了嘛 刚开始的时候 感情也挺好的 在一起的时候 很幸福也很甜蜜 但是就我参加工作以后 就我就发现 他做事的一些方式很幼稚 总是做一些 让我生气的事情 最生气的就是 他最近就怀疑我 有爱没关系 就不信任我 就因为这个吧 他就非要跟我闹分手 可是我就觉得吧 我们两个在一起 都两年多了 并且父母双方 都挺认可我们的 所以我就感觉 我们两个不能分手 必须得好好在一起 你感觉你们两个之间 没什么吗 自从你毕业之后 你就对我变心了 你知道吗 对我多冷淡 我哪变心了嘛 你打电话 对我爱搭不理的 就算你接到之后 也没有什么聊的 两三句就挂了 我有什么事 都不敢跟你说 不管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 都不敢跟你说 就怕哪一部小秦惹到你 让你大发雷霆 我特别害怕 至于吧 咋不至于 我那时候那么地喜欢 我那时候还在学校呢 他比我先毕业 他比我大一届 他总说我变心 我没有变心 就因为这个事 我毕业之后 就是去年六月份 我毕业之后 我跑到他们城市 我之前找好工作了 特别好的工作 我给辞了 我以为我们俩之间的矛盾 都是异地引起的 所以我 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 跟他不在一个城市是吗 不是 是我先毕的业 毕业以后我就到青岛了 然后他毕业的业 本来就有一份挺好的工作吧 他非得辞了不干 非得来找我 那还不是为了你吗 你说本来那个工作 发展前景又好 工资又高的 你非不干 非得来找我 一个男生 本来就应该 以事业为重嘛 那他可以不要你了是吧 我不是说可以不要我 不是 以事业为重嘛 以事业为重 你也不能说他不要我 你就不怕他异地的时候 他变心了 他不会变心了 那你就不怕 异地的时候你变心了 我没有变心 就因为这个吧 他就对我不信任 说我变心 就因为你到青岛工作 他就不信任了 不是 不是 就是因为我跟同事 吃了个饭 收了个巧克力 这就抓住不放 我为你做了多少 抛弃工作 但那工作也不顺心 就那样陪着你 他还三番五次 给我闹分手 为什么呀 他还不是因为 那个同事吗 就是因为他不信任我了 觉得我跟我 我喜欢上别人 我变心了 你让我怎么信任你 你跟你的同事 你俩那微信聊的 请你吃饭 送你巧克力 你说同事之间 你帮我干嘛 我帮你干嘛 然后你帮了忙 他请你吃个饭 我感觉 你同事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原先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 我就问你 我就问你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他喜欢你 后来我才知道呀 那你怎么对他的 微信里面 互相聊得可开心了 你跟他讲个笑话呀 他给你送个红包呀 送的红包都是 52051这种数字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着 收个红包就收了 也没想那么多 那你没想这么多的话 我要他的联系方式 你为什么不给我 他删的可干净了 一说我要他联系方式 马上就给删了 我手机都躲不过来 说这个我还生气 他居然我都不给他嘛 然后他就到我们学校 去找这个同事 跟人家礼了 去学校 对呢 要么我跟他提分手 你给我联系方式 我还用去学校吗 不是 你去学校干嘛去 当然让他俩 保持一定距离了 不是 你跟他聊不就 你跟他男同事 怎么说呀 兄弟 我是那男同事 你说说 你说 我说哥们 你跟我媳妇聊得挺开心呀 就说聊了呗 你们俩结婚了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跟他在一起两年了 我不知道啊 你咋能不知道呢 你在这装什么呢 我知道了 怎么着吧 你们俩结婚了吗 没结婚 但是我先得到他的呀 你这算什么呀 那我有权力追求啊 你插足呀你 我插足怎么了 我就喜欢他 我同事不是这样说的 哎呦 那你同事是怎么说的呢 不是 我同事 你还现在为你同事说话呢 你看 你看 我就知道这小心眼会这样 那你同事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还没怎么着说 我就发现我又把他拽走了 然后他就 其实他就说 那个跟我同事说 你别那个 老缠着我对象了 我就让他俩保持距离 这难道也过分嘛 不过分嘛 那谁承认他们俩 之间有恋爱关系了 他俩呀 谁也别承认 就他自己想的 他总是一神一归的 那就因为这个 你给我提分手吗 可是我给你提分手以后 我又主动找你复合了呀 你还好意思说 是你主动找我复合的 我就是主动找他复合的 他父母是在石家庄的 打牢远地跑到青岛 因为我跟他父母 我去过他家 我们之间经常的通信 就分手之后你告状了呗 我没告状 是我瞒不过去了 他父母跟我聊天 一看我这个心情不对 没法再瞒了 我就坦白了呗 故意的吧 好吧 接着说 他父母特别生气 就从石家庄大老远 跑到青岛 让他给我道歉呗 甚至说 你要是不跟我和好 他又在这不走了 你能跟我和好 我也是一个 有主见的人吧 如果我真的不是喜欢你 就凭我爸妈说这么几句 我爸妈就在把天说下来 我肯定也不会跟你和好 主要还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你还是要有我 这件事过去没多久 他又瞒着我 跟那同事聚会 就那一个吗 还是一群 就是这一个 一群 一共四个人一起聚的会啊 其中有一对了 剩下就是他和那个男的 你说这算什么呀 到底啊 就吃个饭 我们就他这就算 就干不是啊 吃饭也没什么 他瞒着我 他说他加班 我打电话 十几个不接 你晓吧聚餐不是 就是聊嗨了 就是我没听着 我打到他同事那块了 我才知道他们去聚餐了 我能不多想 我能不生气啊 其实吧 我也不是故意地非要骗着他 这不因为前面这个事 他已经误会了吗 我就为了避免再次误会 真的 我没有变心 你得相信我心里 一直得的都只有你啊 到现在他还嘴硬 说真的只有我 毕业到现在 差不多有六个月吧 跟我闹了两次分手 不是 我每次跟他分手 也不是平白无故地 跟他闹分手的 到底分了几次啊 我跟他提了两次就 提了两次 每次都是他 他居然中我吼 你说一个大男生 你冲我吼 你吼个啥 你吼 对啊 第一次我们知道的 去年我监考嘛 就是期盟考试 监考他我打了五六个电话 我没接着 那监考不是让他带手机吗 然后我就看着以后 你事先跟我说了吗 我赶紧给他回过去 他回过去以后 还没等着我张口 他就你干什么干什么 吼我一顿 不是 我当时就挺委屈的 我就想你会生气 我也会生气吧 然后我就跟他提分手 其实 他同意了吗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打个电话马上接 绝对不会就是拖这么长时间 现在呢 自从工作之后 就这件事吧 打了四五个电话 不接 最后过老长时间给我回过来 以前你想吧 在大学的时候 那空业时间挺多的吧 现在我工作了 那个也没有难 我的空业时间 不过确实 当时我那个心里 也挺不舒服 就是因为你工作之后 心里没我了 不喜欢我了 对 他或许是 当时有那么一段时间 比较烦他 你看老师多诚实啊 有那么一段时间比较烦 为什么烦呢 就是不喜欢我了 其实不是因为不喜欢他 就是有一些工作 像的事情乱七八糟的 当时比较有烦心事 那我每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不忙呀 都是晚上 你接了吗 就算接也嗯啊 就挂了 那我都是有点 笑烦他 然后那个 笑烦他 烦他啥 每天打 我感觉没什么 花了有一段时间就是 就因为这个就又提分手 那我后来又主动找他和好了 是你找他和好的 又是我主动 和了吗 和了 和了 为什么能和呀 可是我和了 他就说我不是真心的 又因为我父母他说 就是因为 还是他因为他父母 不是的 不是他父母又来了吧 没有 这次是他父母给我打电话呗 说那个 我会好好劝他呢 他的脾气你也知道 你就让着他点 当时我就是一气之下 你不知道 不是就因为这个事 这个事我就跟他提分手 就是一个那个导火索 之前的时候他做的一切事情 真的很幼稚 去年的时候 我跟一个同事 闹了一点小磨对吧 就是可能受点委屈 我心里就难受 我就闲着跟他抱怨抱怨 让他安慰安慰我 他咋做的 他就像从我QQ空间里面 翻半天 把那个同事的QQ给翻到了 是吧 他加上人家 然后把人家大说一通 你说这是个大男生 该做的事情吗 你那同事是男同事 女同事 女同事 我也没有怎么说他吧 他做的确实太过分了 我就说你别这样欺负他 你别看他老是就欺负他 我不是女同事之间的事 也不能你这么少做 那我也没骂他 也没怎么他呀 他还有什么幼稚呢 还有就是那个 他把就搞得 我跟他爸关系 不像以前那么好 他爸对我印象 不像以前那么好 这个我们都解释过了吗 你还提这个事 你解释 他跟他爸做了什么事 他爸不喜欢你了 姑娘 你看去年他来找我 青岛找我吧 这不是 然后第二天 他爸都给他打电话说 儿子你赶紧回来 然后参加你堂弟婚礼 以前也通知过他 然后他给忘了好像 他这也没跟我说吧 一直都 也都在跟青岛跟我玩着 玩得倒是挺开心 后来他爸就生气了 这么长个假 让你回来 他参加婚礼 你也不回来 他爸都给我打电话 我听着语气就不对 他就是问我 他说 我为什么要拉着他 不让他回家 陪你什么时候也能陪 你就偏偏挑这几天陪你 我都懵了 我说我啥时候 非让他盘着我了 我要是知道有婚礼 肯定就让他回去了 你说说做事情 就分不清事情的轻重 这件事 别再说了 你就是 我问你 你心里还有他吗 有 但是他骗我这么多次 我害怕了 他没骗 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 那谁能保证呀 我就问你 心里还有没有他 没有了 有 有没有 有 你心里还有他吗 有 那你为什么老骗他呢 我不是要骗他 我真的 我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我不用 好好好 不着急了老师 哎呀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跟这样的老师对话 还是交给那样的老师 去跟这样的老师对话吧 咱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份卷 我觉得你们俩太有意思了 你们一上来 就博得了我们 大家对你们的好感 跟你们说点真的 女孩一直在说你幼稚 她点出了你的问题 却你迟迟不承认 当步入工作之后 一下接触到社会 她特别需要 一些成熟的人给她指导 给她依靠 给她帮助 因为她很多的事情 应付不来了 而恰恰你的成长呢 没有那么快 她想寻求你帮助的时候 结果 却导致了你一次 幼稚的盲目的举动 就她跟同事之间的问题 她找到你更多的是说倾诉 听听你给她的建议 给她一些安慰 给她一些宽心 可你给的是什么 直接你起来我去上 她要的是这个吗 不是 我太关心她了 还有你的猜疑 你的小心眼 而因猜疑产生的小心眼 做出的幼稚的举动 找人家男同事情 你搞得人家在学校里 怎么工作下去 此时的女朋友依然爱你 但她更需要你迅速成长 让她在你身上能看到 你成熟 你像一个男人那样 给她安慰 给她照顾 而不是猜疑 不是盲目的是小兴 女孩挺 挺可爱的 正常的交往是可以的 但是 注意原则 注意尺度 注意你的男朋友 很在意这件事情 说到这点了 还不明白吗 明白 你明明知道她在意 你还背着她去跟那个人 在一起聊天 而且不接她的电话 你让这么一个不成熟 还没有长大的男朋友 怎么想 她能不着急吗 她能不慌心吗 所以她的幼稚的行动 其实也是你导致的 所以呢 真心爱对方 我们就一起成长 快快乐乐的 打打当当的一起成长 挺好 谢谢 谢谢曲总 小江 你觉得自己幼稚吗 可能有时候有吧 但是我就是太爱她 太关心她了 我确实听 你知道你有多可爱吗 这个舞台上 很少有男生上来的讲话 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气场 或者是一个姿态 虽然你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在你的说话里面 我看到的一个感受到的画面就是 那你都不理我吗 为什么 打电话都不接吗 然后你现在又说你要回来 我怎么相信你吗 谁保证吗 就是这样说的呀 亲爱的 我有这么娘吗 差不多了 你知道你的骨子里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少女心 玻璃心啊 所以呢 她不接电话 她在监考的时候 无法回你的简讯 或她跟其他呢 有可能对她有好感的男生 去吃饭 直接都渐渐 装装伤了你的玻璃心 你这不是撒娇是什么呀 就是爱我吗 爱我吗 爱我吗 你看你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一般来说 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说的是女孩 我很少看到 像你这样 玉树临风的男子汉 用这种方法 要求对方爱你 你找了这么可爱 又喜欢跟你一样撒娇的女朋友 不能要求她每天呢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拴在你身边 你才有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应该来自 再多人喜欢她 她也只喜欢你 这才叫本事嘛 她没人要 所以你觉得很安心 这有什么稀罕的呢 她有人追 但她心中只有你 那个叫做底气 叫做把握 至于我们可爱的小女生 爱情是不可儿戏的 你懂吧 我懂 我在你身上看到的画面就是 我真的很烦她 先分手好了 想一想 其实又不烦了 再复合吧 但是过两天 又觉得她好幼稚哦 分手吧 可是我爸妈说了 那不然还是复合吧 你现在到底 为什么要跟她复合呀 因为我喜欢她 喜欢她哪呢 哪都喜欢 她如果骨子里 有点少女心 有没有关系 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那你要想清楚哦 因为她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慢慢地长大 男生真的成长得比女生慢 这是真的 你爱不爱一个人 是看她幼稚的时候 你是觉得心疼 还是厌恶 你倒是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好 谢谢 谢谢柯老师 都说男生幼稚 女生何尝又不幼稚 但这种幼稚又有什么不好 平时我们都讨厌幼稚 但唯独今天 他们俩在一块幼稚 我们觉得简单而美好 直到现在 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有那个四五十岁的夫妻 还有这么简单的 两人说话 就跟没有经历 逝世的孩子一样 特别好 而当我们这些所谓的 身边有一些 所谓的成熟 而又世故的人 看着他们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羡慕 但是幼稚虽然好 但人总是会变的 很多人是从幼稚 简单 直接变到成熟世故 但这样其实挺不好 我觉得如果从幼稚 简单变成了单纯 那就不一样 很多人会把简单和单纯 放在一块 觉得是一个意思 其实不是一个意思 简单所指的是 内心毫无杂念 臣服没有那么深 认识东西还尚浅 想法比较简单 单纯恰恰相反 单纯是经历了很多 经历了诱惑 经历了失败 经历了灾难 但依然保持 单纯的想法 和简单的选择 那才叫单纯 如果你们能够 经历那种复杂 最后演变成单纯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 良性的发展过程 但是现在 在我看来 这种简单 慢慢慢慢地要变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何避免自己 不要变得那么地复杂 我觉得掌握两个点 第一 要有笃定地了解 自己的想法 第二 一定要对自己 对家庭 对婚姻 要有责任 就这样子 保持这样的方式 挺好的 成长别着急 有人一辈子都成长不了 一辈子都会那么幼稚 也挺好 丫头 找一个一辈子 这么幼稚的男人 特别好 因为他一心一意地对你 珍惜哦 来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已经知道错了 让你导致误会 但是你要相信 我的心里真的一直有你 你想想 我们在一起 经过那么多事情 经历了风风雨雨 在一起的时候 是多么幸福甜蜜 是我跟你提两次分手 但是那没有一次 是真正想跟你分开的 我希望你 不要这次跟我提分手 你也不能离开我 没有你都不能活了就 我之前也有做 你不能跟我分开 一会儿你都必须得出来 我不管 反正也得出不了 我之前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是我心太极了 我做事方式不是很对 当然我就是为了你 特别喜欢你 着急 看你受委屈 心里又受不了 我特别爱你 请问我 以后我会改的 以后了 我想问一下 是谁让你们如此生离死别 姑娘 你俩好像下一刻就不见了 姑娘 我告诉你啊 小心点哦 她后半句话没说完 她说我特别地爱你 其实下面有一句话 有一种爱叫放手 快回去吧 出来啊 啊 有一种爱叫放手哦 别出来啊 出来啊 哈哈哈哈 她真心 来来来来来 请关门请关门 来吧 期待一下吧 请开门请开门 哎哎哎哎 注意影响啊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拉着妹妹慢慢走啊 哎呀 那个是给你用的啊 人家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要保湿亦被湿 那是个女子面膜 你给她干嘛呀 好了 下面的时刻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她们的带幼稚的小浪漫吧 给她截纸 宝宝我特别喜欢你啊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啊 嫁给我吧 我也是很喜欢你 别动别动 再抱会儿再抱会儿 再抱会儿 给男同事看会儿 她们 请亮灯吧 我跟你说 这一对是我看到的 形态上 是最对的 就是真的是那个满心欢喜 充满了爱啊 因为我真的喜欢她 是是是是是 我都知道 我们感受到 你呢 你也真的喜欢她是吧 当然喜欢了 祝你们幸福 哈哈哈哈 相信彼此 好好的 好吗 好 谢谢你们 请回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易被诗爱情保鲜剂 胡老师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和男友异地恋三年 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两家都很反对 由于两家相隔太远 他不愿意在我们这边定居 我想分 但又舍不得 该怎么办呢 要得到 就要付出 不想付出 就请放弃 放弃了 就请不要后悔 好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易被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 易被诗 易被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易被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易被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各位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 谢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